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 走私运输毒品近两万克 一审判死刑 二审改判死缓 马兰是家住缅甸山区的 一名五十来岁的老农民 生育五个子女 而这个原本就一贫如洗 一无所有的家庭 又相继收养了两个孩子 马兰每天都在为一家人 吃什么怎么生存下去发愁 为了生活 马兰受人指使 找到了一个来钱快的生意 根据云南省临仓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认定 2016年11月8号 马兰等人从缅甸前往中国永和江岸入境时被抓获 当场从马兰背着的迷彩背包内 查获外用薄膜和胶带包裹的冰毒片剂19块 净重1460克 从马兰背的黑色背包内查获外用黄色蜡质包裹的冰毒片13块 净重7550克 一审判决显示 上述事实有抓获经过 称量记录 被告人供述 检验报告等在案佐证 从而认定被告人马兰等人均构成走私运输毒品 并判处被告人马兰死刑 身在异国语言交通不畅 因为携带大量毒品被判处死刑 马兰也只好任命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2017年8月有中国律师会见他 并被告知辩护律师是接受中国政府指派 作为他的法律援助律师是免费的 他不用出一分钱 但是辩护律师绝不会因为法律援助 就降低服务标准 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为他进行辩护的时候 这名老男人竟老泪纵横 感激体灵 走私毒品数额巨大 案件事实也看似清楚 马兰被判处死刑 还有什么辩护的余地呢 难不成会免于死刑吗 那么受云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指派 云南大涛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少涛律师 成为马兰的辩护律师 那么就是这个案件的具体委托情况 以及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省律师协会 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 本案马兰的辩护律师王少涛律师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律师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疑惑 就是在没有接受马兰本人委托的情况下 为什么云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 会为一个缅甸人去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免费为他进行辩护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一个法律援助制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国家的一个伦理方面的 国家的一个义务 其实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公民生病以后 他有一些免费的医疗啊 或者说提供一些医疗保障啊 其实它是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的这个公民或者当事人受到指控 事前刑事犯罪的时候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如果他不能够聘请律师 那么国家有义务给他指派律师来为他提供服务 所以他是一个相当于用国家来援助这种 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当事人 他不在乎于说这个当事人 或者受到指控的这种犯罪嫌疑人 或者被告人 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是在中国领域内 中国法院审理的案件 他都要享受法律援助的待遇 只要他没有能力来聘请律师 所以在这里面的缅甸人这个符号 无非是他的一个国籍 而在一个刑事案件当中 其实他和其他的适用中国法律的 其他的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 没有任何具体 走私运输毒品达到多少克就会判处死刑呢 那么根据我们刑罚的规定 只要是比如说海洛因 包括冰毒 那么只要是在50克以上 贩卖运输走私 只要50克以上 那就可以判处 15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到死刑 那么在本案当中 我们谈的看了这个 他的这个是叫冰毒 当然他的学名又叫甲基本禀案 其实就是冰毒了 他的这个数量 他和那个海洛因的数量 判刑的标准 他是一样的 都是50克以上 有可能判处死刑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案件 马南所运输的这个携带毒品的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50克 是将近2万克 是50克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走私这么巨额的毒品 那么显然被判处死刑 是依据法律 是依据事实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您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却认为 他根本不能够判处死刑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最初拿到 一审法院的判决书 也就是其中对马南马瑞 都判处了死刑 那么拿到这个判决书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解锁的 因为他的数量 一万八千多克 将近两万克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数额 那么那么大的数额 你还要对他进行有效的辩护 实际上难度就非常大 但是我们在判决任何一个案件 在毒品案子当中 判处死刑 数量仅仅是一个方面 它里面其实还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程序方面的问题 包括证据方面的问题 这些都是要没有瑕疵 没有问题 没有要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 才能做出一个刑事的判决 特别是一个死刑的判决 这个案件我们通过阅卷 通过会见 通过和这个有关部门的 做出沟通以后 那么我提出了大概就是 这么一些辩护意见 被告人的身份没有得到明确 然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 出现了这个程序上的一些违法 然后以违反了法律的一些 明确的一些 比如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 罪行相适应啊 这些原则 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辩护意见 他为什么会我们要提出 这样的辩护意见呢 比如说马兰 他的国籍 他的性别 他的年龄 他的家庭住址 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自认的 也就是自己认 自己说是哪个地方的 哪个国家的 有多少岁 但是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仅有被告人的供诉 而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的 是不能认定的 也就是说你被告人你说你是48岁 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你是无法认定你是48岁的 好 那么这里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我们刑罚规定 我们刑罚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18周岁以上 75周岁以下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人 那么请问 被告人马南 他究竟是多少岁 是否他已经满了18岁 当然我们凭一个肉眼的这个观察 或者说跟他去见谈吐 我们肯定说他这个老男人 肯定是满了18周岁的 但是我们一个判决 我们能不能通过说 因为我看见他了 我认为他是满了18岁 能这样吗 特别是一个死刑判决 那就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 所以 警救他的被告人的身份 或者说他的年龄问题 他就不能适用死刑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呢 我们谈到说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 有程序上的失误 严重的失误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切活理的怀疑 两被告人在边境上被抓 当然还有其他几个被告 在边境上被抓 抓了以后 把他马南身上背的这两个包 没有在现场进行撑量 没有进行取样 然后也没有进行封存 然后直接就带到了 宁昌的武警支队 也就是说给了一天以后 已经走了将近200公里以后 回到了宁昌市 第二天再把这两个包 拿出来进行毒品 进行撑量 所以我们在法庭上就问他 问这个马南说 这两个包 是不是你在边境被抓获时的 那两个包 他说是 是 是 是这两个包 那么我们又再问 那里面的装的东西 是不是你在抓获时的 里面的那个毒品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啊 因为那个包 他从来就没打开过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是什么毒品 装了多少 他肯定是一有所知的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按照程序的公安机关 查处毒品案件的程序的规定 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他必须是在抓获的现场 就要进行撑量 就要固定下来 或者取样 如果你在现场 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那你必须要对这两个 比如说这两个包 一定要进行封存 封存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 或者叫被告人 你还必须要在上面 签字按手印 说明这个东西是封存的 它不可能改变了 但是公安机关 在这个案件当中 他恰恰就发生了失误 他没有去做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就提出了 一系列的疑问 你第二天在这个武警支队 拿出来的这些 两个包里面的毒品 还是不是你头天 马南马瑞被抓活时的 那两个包里面的毒品 你怎么来证明它的唯一性呢 所以我们认为 它在这个程序上 是有严重的瑕疵的 导致本案不能够排除 一切的活力的怀疑 这是大概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 我们知道 在一个毒品案子当中 往往这些所谓的 背毒品的 然后体内带毒的 都是最底层的 然后在里面起的作用 实际上是最小的 它的地位是最低的 就像在本案当中 这两个被告 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连路都不死 书包里面是什么东西 有多少东西 然后他们这些东西 要送到 送到哪个地方 交给谁 所有这些情况 一概不知 就像一个木偶一样的 而所有的这些 谁在指挥 谁在运筹 有一些是同案被抓的 还有一些是 没有被抓获的 这种两个母偶 在本案当中 起的作用又是那么少 但是恰恰被判了死刑 而另外的 却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显然就和刑法 所规定的 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其实它是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 大概这三方面的辩护意见 那么这个案件呢 最终经过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二审审理 在两个月后啊 就下达了终审判决书 那么终审判决书呢 是马兰由死刑 立即执行 改判为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应该说呢 这对马兰来说啊 是捡回来一条命啊 相当于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高院的判决呢 事实上呢 这个案件 其实是改判了两个 因为一审是 马兰也是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马瑞 他这是马兰家表妹 也是死刑 立即执行 二审法院 也就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呢 就是将这个马兰 由死刑 改为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马瑞呢 是由死缓 改为无期徒刑 那么我们认为啊 云南省高院的这个判决 我觉得是 是非常客观 而且是真正的是 对这种法律 法治的这种 这种守护 把这个底线守住了 非常令人信服 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应该给他 给他们点赞 因为他们 虽然在判决书当中 对律师提到的 这些问题 他不见得都全面的 去给你正面的回应 但事实上 我们的法官心里面 他知道 这个案子 确实不能够适用 死刑 立即执行 所以他就 把这个改判掉了 那么这个案件呢 当时出庭的 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呢 也比较感慨 就是 怎么法律援助的案件 律师会这么认真 您怎么来看 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 可能是 我们检察官呀 看多了 一直做 法律援助的律师 这个也是确确实实 是我们法律援助的 一些问题 我们律师当中 出现的问题 甚至于都 不去阅卷 不去会见 直接到法庭上 然后辩护词就是 这个出犯 偶犯 认罪 态度好 就是这么一个 常规的 甚至于辩护词 都把被告人的名字 换一下就行了 敷衍了事的 就做这些案子 而我们在 特别我们大涛律师 事务所 也包括我本人 任何一个案件 无论你是 法律援助的 还是收费的 既然我们 接受了这份托付 接受了这种委托 其实我们要对得起 自己的这种职业 这其实是我们的 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 我不能因为说 这个仅仅是一个 法律援助的案子 我就可以去 敷衍了事 这个我们的当事人 其实又是一个外国人 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律师 这么一个头衔 这么一个牌子 如果我们仍然是 按照这种 有一些做法律援助的律师 这么去敷衍的话 我们是会对不住 中国律师这个称号的 我们我才跟他 讲了这个 这么一段话 无论是他本人 还是他的家属 他的亲切 我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在 我的一个司法经历 人生经历当中的 一个一段插曲 我不可能去接受 他的一支烟一杯水 不可能的 这个案子过了 我还有大量的需要处理 但是既然我接受了 那我就要认认真真的 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 那么我们应该在 每一个案件当中啊 都能够感受到 司法的公平和公正 那么尤其在像这样的 一个案件当中 涉及到剥夺一个人 生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云南省司法厅 对法律援助工作的 极其贯彻落实 也看到了 法律援助律师 对自己肩负使命的 认真履职 和对生命的敬畏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云南省高院 能够坚守法律底线 做出让人幸福的判决 应该说 司法的公平和公正 是离不开我们 每一位司法工作人员的 不懈努力的 好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 云南大涛律事务所 主任王少涛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 我们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您关注 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 就可以找到 这期节目的全部图文资料 那么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 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 15974827467 这部手机号码的微信号 就可以找到我们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 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